上个星期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中国深圳上学途中遭到刺杀身亡 让中日关系更加恶化 目前正在纽约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 23号会见中共外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 要求中方就日本男童被杀案尽快厘清事实 严惩肇事者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并采取具体行动 确保居住在中国的日本公民的安全 尤其是儿童 此外上川杨子也强力敦促中方彻底打击社交网络上 毫无根据且恶意的反日贴文 他指出这些贴文直接影响儿童的安全绝对不能接受